2019年的Model 3 Long Range版本 SR、LR跟Hombo Games 我們剛好都有 因為我們裝向外觀 你不會覺得說他要選很多東西對不對 但它其實是 當時白金版 我們最終算會這樣 五年一百 因為我今天又收了一台我們專門的車 金氏 寶石節 也不是 特別的 這次又專門的 什麼的 我翻第一台 這個 運動玩具車 你今天買的 我今天買的 照顏沒有跟你講說他已經買很多了嗎 不是因為他買很多我再買一點回來 哈哈哈哈 我們這個禮拜已經買了大概五六台這個了 Model 3 不可以買一點Model 歪回來嗎 大家都還沒排到怎麼能得到我跟他 24個Model 3 買太多了啦 我好像很久沒有拍 現在沒有拍促銷了 促銷 哪有辦法再拍促銷啦 都已經快去跑路了來拍促銷 這剛買回來你就叫我促銷 你不要買 其他的 本來電車就很難賺了好不好 七台Model 3 兩台Model X 我們下一集做一集那個 特斯拉崩盤架好不好 歡迎來到 宏達來收車吃 宏達拜拜床 我也不知道 3 今天總共幾台 8台 我本來是要做修旅車特輯的 你又忽然給我今天買這一台回來 來這個你懂不懂啊 Model 3 懂不懂啊 2019年的Model 3 Long Range版本 Long Range什麼意思 加長它那個里程 它的里程可以跑多少 560幾啦 SR的對不對 對 它總共有分幾集啦 SR LR 跟 我們剛好都有 三個款是我們都有 沒錯 要買的記得 準時收看我們下禮拜 下一個禮拜一看 特斯拉豪命草 把大家的特斯拉的價錢往下拉一點 人家新車人家特斯拉當初也是在一次降幾百 我們一次降幾十 我給告我 我認真在想一下 我認真在想 幾十耶 這一台有啊的 來這台有選什麼啊 FSD最高階 自動價值 選配是22萬 2萬 特斯拉裡面應該算跑得不多的啦 5萬了 而且這個車其實它真的沒什麼好介紹 因為你打開就什麼都沒有 上特斯拉的時候我都在想說 這麼簡單的車 這有錢在開什麼意思的啊 我最近發現我們整公司都在 那種魔音牌照的 我被你們搞到已經 老神經摔過 而且要開個車要叫誰 手機幫我開一下 你要啟動一下 我真的還開不習慣那種 沒有要死的車 真的 它就一張卡片這樣逼一下 它卡片又不能放在車上 因為卡片放在車上的話 有時候你下車它不會 不會斷電 它就會一直發動 對 我看二人他們全部都是用手機在控制 我那天開Model 彈出去玩啊 我去泡溫泉啊 少文就在群組站 誰去泡溫泉 因為手機會偵測它的位置 這個時候又找到一個商機 老婆買給老公 隨時掌握他的行商 對 啊 卡片啊 介紹一下裡面有什麼 然後這台車它是市區的 你知道怎麼看嗎 要看它屁股後面 有寫這個 Diomoto 然後它的這個 充電在這裡 而且加速真的很快 開習慣了以後真的 你可能油車會有人來習慣 對啊 回不去了 新車價是多少 Diomoto 20G再加 22萬 所以大概在新車價210萬 對 而且它又不用睡覺 這個沒有像Model X一樣 沒有那什麼免費燒 可是它還是有原廠的那個電子寶布 對 特斯拉那報紋就研究的很透色 它直接開特斯拉 它為了研究特斯拉 它自己先留著一台一台 對 這樣就會對特斯拉情有不動 太久就懂 記得下個禮拜我們 特斯拉爆走投 我們把價錢往下修正多一點的話 或許就好賣多了 我覺得就會有進展 沒有賣不掉的 對 只有賣不掉的價錢 沒錯 好 我們換2號選手 介紹這個就輕鬆多了 來來來來來 你以我紹文 擺臂爪 鐵灰色 這台還有M8耶 環景也有 X4的這個線條真的是不錯 我們現在數片三台 你看有沒有看到 三台各個廠牌的 X4 RKAN VLC 大家要比較說哪一台比較好拍 這個女生來拍這個 真的 會顯得我有點太嬌小 它會很大台嗎 還蠻大的啊 我做起來是有一點很大 可是你看這M版的 你看方向盤啊 黑色屋頂銅啊 對不對 M版的那個門檻啊 B&W真的是要買M版的啊 我覺得這台的價位 我覺得有競爭力喔 2017年的X4 20i 跑4萬 然後17年跑4萬 等於他 一年一萬 對 然後他五萬盒 然後免鑰匙啟動 環景 那對其實還不錯耶 電動號我也滿 盲點 它也有盲點 其實這個2000CC 跟我們那個28 i3 你看那個也差不多這樣吧 都是2000CC啦 最終收購價 一百二十五萬八千 跑4萬而已喔 新車250 現在接手是最好算的 你再開個三年好了 隨便賣還有七八七八 而且車型很好看耶 對阿 我覺得差距在市場上 都算不多啦 當然你要跳幾道Market的話 我覺得這個單價我覺得 跟Market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而且它這個車子 整個內裝跟外觀 真的就是那種 跑不到4萬的樣子 就是你看你用這樣子的錢 然後買到一台 就是還蠻新的車 車況很漂亮 現在一百出頭彎真的 要選到什麼比較能看的車好像 不多耶 真的完蛋了 而且還有修律 好我們和三號選手 Markon 這一台其實它外觀啊 看似普通 但它其實就是內在美 它是配備非常滿 因為你光看外觀 你不會覺得說它還要選很多東西對不對 但它其實是當時白金版 那時候Markon的車主 他們都想要有配備 白金版有什麼 就是呢 它有PLS Plus的 摩登14項 然後 車道天移 還要脫門 它這邊就是直接一整包給你 直接在這台車上 不然的話你一項一項選擇 都是二三十萬的全配 所以如果說你其實看Markon 你如果是以那種比較動力需求 那你可能會需要就是跑技跑牌之類 或是大輪框有沒有 外觀派的 可是再來就是你日常使用 舒適安全 比較家庭取向的 它跑多少 九萬三 17年跑九萬 算是有在跑 算一下 這個不到兩萬 正常跑 它有全景天窗耶 沒錯這也是選的 全景天窗很香耶 超多客人要走 有全景天窗的買 對 然後14項天窗座椅 舒適照明套件 Keylist全部都有 它是真皮座椅嗎 對 所以這台新車選配套 大概六大 它那時候因為它是一整包 所以那時候是246萬 但是還要再選全景天窗 就選完大概 2.6 有那麼少嗎 因為那個白金版它 之外都不用偶外選 它就是一個套裝 這個價格 一個套餐然後算你便宜一點 對 但是如果260萬 有這種車可以買 顏色的話呢 顏色也要選 加顏色加天窗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啦 267那邊啦 難怪嘛 看我們當初 電車賣那麼好 現在哪有這種東西啊 我們最終收費量是100 5年 5年 100 太保值了 如果有保時捷了 你就知道要賣給誰了啦 今天只要260幾 我買160 開9萬多 快10萬公里了 要供應器一點 我盡量加到這個程度了 好不好 一樣 資訊我們的官方粉絲團 或是官方LINE 搜尋小老鼠 HONGDA 老時捷 超少一點的啦 對不起 好 4號選手 6號選手 你不要過來啊 我跟你說 很久沒遇到這種鐵尻的了 我好久沒播到這種超超超鐵尻 2020年總代理的 GLC300 現在最缺 總代理就是一定會有23P嘛 23P有了以外 大家最喜歡的 排檢它也有 多方數也有 多方數也有 說真的這台就基本上 接近滿配的GLC300 他想要賣這一台喔 他有研究 這台我廣告已經 弄得不能再弄了 我跟你講 這一台可能要賺10萬塊 開廣告已經是下了9萬9了 白色的 場內也不多了 真的就是 冠中選一了啦 配備滿到不行 喜歡的 找我 跑5萬而已 沒有第一次大保養 我們這樣想 只要你是上班通勤組 說真的你怎麼跑 一年差不多了不起1萬公里 隨便讓你說大保養 那也要10萬公里 那你到10萬公里還有5年 說真的一台車你開3年 來我們這邊 1年8折 2年7折 3年6折 你再換一下 這個還有保護喔 保護到明年 這台新車一直漲喔 他空車當時候買的時候就286 今年你要去買GLG300已經來到293了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說的選配選一選 說真的 以現在這台車的價格一定是破300 一定來到310、320 柏林都有選白選 標配的那個360也有了 該有的都買了 然後他的卡鉗 前輪也是運動化的 煞車 這台車你想要跑也能動 是不是對 然後有照的清楚 GLC就是要有多光速 不用講那麼多 這台車是找小鬼 大家如果看到影片說不定 他已經不見了 但沒關係 他不見我再找一台給你 OK 5號選手 好 5號選手 跟剛剛那台長得有點像 但是呢他們又有點不太像 這台車他把它當什麼 你知道嗎 Maken GTS再比一樣啦 這個就有錢 我覺得他外觀也長得不太好 這個台車都懂選 剛剛那個就是小菜一疊 我剛剛已經是滿到底了 已經到頂天 只是等級還是有點差異 沒有沒有 師姐還是有差 後來沒算換 你再換 有錢人的選法 這個頭燈 他這個是PDLS的 這個有錢 他加大 而且他大的話 你只要一走過來 就看到他很大 第5號大 好看耶 好看啊 然後看的是配紅色的卡鉗 一般來說 有比較大 對 喔這個 視覺系的 這椅子跟剛剛那個有差喔 這個14項的 他那個 卡鉗耶 這個不是貼紙呢 你以為貼紙自己貼的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下卡鉗耶 2.0 很少人看到有人選的嗎 導牌 導牌 Maken S有時候還不一定會選喔 他Maken 2.0給他選下去了 我最care的是這個小細節 亮黑套件 沒有人為你介意的 今天很嗆是吧 然後 他們有做到便宜跟媽媽媽維持 對 好記討牌 然後 車道維持也有 像他那個表底也是用紅色的 外觀視覺 然後動力也都選了 這個當初選下來的話 基本上也是超過300 前面那台沒有競爭力耶 差太多了啦 我要講一個 讓你各位覺得 前面那台更沒有競爭力的 就是他的 最終收購價 也是160 17年的 好7萬 我跟你們各位說 如果這台鳥殺的話 你們也不要太難過 因為反正還有前面那一台 重點 你們都不知道 這一台有故事的 所以才收160嗎 對 那160哪買得到啦 錢寶蓋引擎蓋有 小事購這整塊錢的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反應在價錢上面 有小故事 可是 有送一堆配備 兩台有錢 看你自己要的 沒有故事的 還是有一點小小的故事的 這160去哪裡買啦 最終收購價是 160萬 有一點小故事 有喜歡的 這個配備一丟欸 什麼台啦 KW的 避震無線卡 哇這一碗下去 我看要破50萬喔 反正一點點小骨折 跌倒一下而已還好吧 還可以站得起來 對 我們用東西下去彌補 好我們再來換 吊號選手 吊號選手 最近又回來很多台這種 就是這個車 它第一台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什麼都不懂 然後呢我們最近 因為它真的賣得很好 真的 因為它新車真的要等太久了 因為它新車真的要等太久了 現在訂的話都差不多要一年 一年賣 重點來了 它要漲價 漲個3萬塊它也要漲 它要配備用 官網的話是寫 好屌喔 就是它的LED的矩陣式頭的 它是LED的 到時候你就看不到這個亮亮的光環 Toyota不是都會裝那種 電子式後照鏡 它現在整合起來變高級版的 電子式後照鏡 這一台嗎 對這個就有 它沒有拔掉喔 沒有拔掉 這台是沒有的 我們的都是沒有嚴格 這2020年的Defender 110 P300 它還是 數位一秒 之後可能就變成兩根指針 那P300一樣 兩個人差 沒關係 到時候一定就是加價 加價我們就是可以幫你注意講 這台的選配其實就是 海險 氣壓懸吊 氣壓懸吊說真的就是 對這台車來說 它很重要 因為太高了 它有車淋掉的時候 然後它的高度就來到了兩米 不是一米九七嗎 沒有一米九七是現在的高度而已 你現在空高就是一米九七了 側邊的樓梯 叫做冒險加套件 對面它有書包嘛對不對 有對面有書包 所以正常它是有價值的 而且這一台是 七人座 七人座 而且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說 我研究出一件事情 通常啊 會買這個車子 大部分 除了空間需求以外 是不是大部分 可能是它有 出去玩 它有在錄影 這台車可以設在車上 你上去試試看 跪上去然後用力往下壓 你說這一個喔 對對跪上去 用力往下 這台還有選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怕轟欸 這個怕轟在旁邊 這個會嘟嘟嘟嘟嘟嘟 這樣就可以開始加油打氣了 加油打氣 這個如果倒屏的時候 這七人座 它倒屏下去說真的就是 很完整的平面 這個平面說真的 普通使用的話 一定夠用 這載東西好載啦 真的很方便 好載啦 它倒屏是真的很平欸 後面是電池的 電池 後面的這個 废胎的話 有這個蓋子說真的 我覺得很好看 我那一台沒有蓋子 我就覺得人生少了一個東西 這台2020年的 總代理的Defender 還在保固內的 它里程的話 是跑三萬多 跑正常 一年跑五萬元 你買這個車就是要開啦 你就是一定會出去玩 七色加選配大概在三百元那邊 最終收購價是 260萬 喔這樣六折欸 而且你又不用走 也跑三萬多而已 白色的 應該有的配配都有 好啦 十二十小葵 再來七號選手 這個車真的很神奇 跑開又省油 你看430幾匹馬力 來開這個又五門的 這個真的是 保持神車 真的 五三的內裝就很喜歡 很運動 論空間 論配備 我覺得它真的是質感好很多 很性價比 紅色車 紅線 外觀丟 它引擎蓋還有陀峰 白色 夜色 又有全景式天窗 五顆鍵喔 五顆鍵 重點不貴 五顆鍵 而且它是18年的 這個真的很帥啦 這個開出去 能聞能武 要上山 要下 這五門的真的 實用性真的很大 有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轎車 這邊有一個坎 會買旅行車 這每一個都會問我 欸 這是不是全平的 而且裡面 你看 還可以再長一個 下面還這麼大 要長四棒鍵 下面還有一個位置 四棒鍵可以擠在這邊 最好再包個襪子 它會撕掉 哈哈哈哈 你健勤檔 你剛剛那個Defender還要平 對 沒錯 又平又深 這個真的 這個四輪傳統的 真的要上山還是有機會 對 沒賣車被趕出門 還可以睡一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一台真的漂亮 這顏色是白色最漂亮 再來是黑色 再來就是灰色 小光灰 要買的招門 泳哥 最後一個 欸 是我要做 你剛才開我們 看不到你的人 來一點不一樣頭 不一樣的 這個車真的香了 空間感 跟Xienna一模一樣 而且你看 哇 這那一裝這麼新啊 很新啊 對是8座的欸 這個跟什麼車比 跟Xienna比 Xienna比 跟V250 但是會看這個車子的人 不會去看那些車 他不想要那麼商務 休旅一點的感覺 對 重點我們這個 價錢實惠 這台是3.5 它是V600 這台是幾年的 2020 這麼新喔 很堅嚴的喔 總代理沒有車 我們外匯車商才會引進的 當初這個新車價是多少錢 它的原訂車價是289萬 現在就 真的熟到真的 我會覺得 太閃了 所以說有這個車 趕快再私信我們 秒殺車款啦 後來不到一個禮拜就出一票 我們賣喔 才賣180幾萬而已 直接現在省一把 3.5cc的這一款的 外面不敢買的 我們買 它有一個 開關門 對 後座看一下 後座看一下 而且那影音娛樂 其實都鼓掌 這很香欸欸 不到200萬的車 這樣子 一家和樂融融出去玩 真的還不錯 而且現在奧德賽已經停產了 台灣的話 來看一下 你看 可以 我的腳可以 還有四個拳頭 我是不用坐到那麼後面啦 前面其實說真的都很 我前面是超級寬啦 超級寬 因為你腿短啦 沒有 我也180 說真的我跟翼哥一樣 180 你這樣就害我們受不到車喔 差不多啦 有時候就是會有公差 台灣的公差 台灣的公差 差一點點 過去都說8.8 其實只有8.8 你比較大 我的這個 你比較大 這種是大8人可以做的啦 我們一般那種5加2的車型 或是一般 像賓士GLE那種 7人做 他的後備箱空間 幾乎是沒有 後面因為 他那個是斜下去的 喔 這麼深 他如果再把前面打平 說真的放冰箱都會有機會 他是往後的耶 以前斜拿是往前的 會放到前平啦 很平 有這個車的感覺 很缺這種 知道為什麼嗎 麻煩各位乾爹 乾爸 乾弟乾姊 乾妹 或是醋鼻街 親朋好友 什麼車都買 可是還是盡量挑一下 如果有那種保時捷 還是這種 高價收購中 一樣 那個 就去我們官方LINE 或是搜尋小水 學問GDA 照我馬上去現場 跟你估價 不用讓你多跑一趟 我們自己 充氣現場 470代30也可以 超快到現在也有 沒有這個了 賣車也沒問題 顧車也沒問題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 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 不是嗎 各位乾哥乾爸乾姊 乾哥乾弟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 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DA 我們的FB 我們每天晚上 7點到8點半 都會有 直播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 晚上5日更新 我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訂閱和大家分享 掰掰